今天高雄港跟小港機場都有可能被封鎖 這個時候我是高雄市民 我今天要出高雄怎麼辦 誰來告訴我 沈伯昌說你們來看蕭旭城去看黑熊的網站就好 我為什麼要看黑熊的網站 請問黑熊代表政府嗎 我今天是一個納稅人 我為什麼要看你這個 黑熊的網站來找防空洞 民間公司的網站 我為什麼要看你能夠代表誰 所以我覺得很可笑 更可笑的是政府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發聲 半家加久 淪落到沈伯昌出來講 那沈伯昌是一個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黑熊學院負責人的 黑熊學院的所謂的 疑似黑熊學院負責人 領導人 他被大陸宣布為台獨分子之後 他第一時間說 跟我無關喔 台灣沒有準備好一戰 台灣人的心態也沒有準備好 政府也沒有準備好 只淪落到一些小丑出來講 一些不三不四的話 我上個禮拜提問被 沈伯揚修理嘛 我說那你政府準備好之後 你有沒有告訴民眾 我們的這些 如果發生戰爭 我們的防空都要去哪裡找 我們的存糧怎麼辦 我最舉例嘛 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市 陳其邁市長的高雄市 今天高雄港跟小港機場都有可能被封鎖 對 這個時候我是高雄市民 我今天要出高雄怎麼辦 誰來告訴我 那我今天遇到這個情況封鎖 那我的這些相關的資訊從哪邊來 政府都沒有講啊 所以你說你覺得政府準備好了嗎 那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是不是行政院長卓榮泰要召集 全台各縣市的縣市長來中央開會 然後開始分派任務 民防要怎麼動員 然後你這個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各縣市依據各縣市不同的 的這個條件 對 跟這個有沒有領海之類的 這樣的背景去做各個縣市的 各種不同的這個戰備 你們有做嗎 沒有做 結果今天沈博昌說 你們來看蕭旭城去看 黑熊的網站就好 我為什麼要看黑熊的網站 請問黑熊代表政府嗎 我今天是一個納稅人 我為什麼要看你這個 黑熊的網站來找防空洞 民間公司的網站 我為什麼要看你 你能夠代表誰 所以我覺得很可笑 更可笑的是政府在這方面 完全沒有發聲 有人說內政部的APP有 告訴我們要防空洞在哪裡 你內政部有出來講嗎 應該是內政部出來講 對啊 或者是今天國防部也要出來講啊 沒有喔 所以我說是半家加久 淪落到沈博昌出來講 那沈博昌是一個不願意承認自己是 黑熊學院負責人的 黑熊學院的所謂的 疑似黑熊學院負責人 領導人 他被大陸宣佈為台獨分子之後 他第一時間說 跟我無關喔 黑熊學院跟我無關 我不是負責人喔 結果在罵我的時候就說 請你去看黑熊學院的網站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憑什麼要看你黑熊學院的網站 你能代表誰 除非你自我揭露 你是民進黨有公務預算支柱的秘密組織 那我就承認我可以看你的網站 如果你自我承認說 我是政府的側翼的一環 叫黑熊學院 我私下拿的是政府的錢 也可以啊 你承認的話我就承認你 你沒有他不敢嘛 這變得很可笑說 所以捷克台灣沒有準備好一戰 台灣人的心態也沒有準備好 政府也沒有準備好 只淪落到一些小丑出來講 一些不三不四的話 我為什麼要相信這樣的政府 跟這樣的所謂的不三不四的話 說什麼你可以去看我們的APP 看我們的網站 你誰啊 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能代表誰 你能代表政府的任何一個部門嗎 如果可以的話請你拿出證據出來 對 而且如果真的就是說 沈柏洋回應這個蕭旭成說 麻煩這個你上黑熊學院這個網站來看 還是要我去用印表機 所以我不會用 看一下啊 那請問這個帶黑熊學院的這個網站 有官方的這個背景嗎 如果真的有 那麻煩官方出來背書 就是不管是內政部還是國防部 告訴全全國軍民同胞 以後這個防空洞相關措施 麻煩大家上黑熊學院網站 來看一下 好OK 那我們就承認 你必須要有官方背書啊 就是說 大家就是說 國防部出來嘛 講 大家以後這些資訊就上黑熊學院網站 來看好不好 而且之前還有一個黃世修爆料 黑熊學院一次是個黑機關啊 他根本沒有登記 他也不是什麼 他也不是什麼 他應該如果是 有教育學團體學院嘛 應該登記在教育部下 他沒有 他也不是社團法 他疑似是個黑機關 所以根本就 那這樣不是戀財嗎 就不知道 莫名其妙的黑機關 因為很多人去報名他的課程嘛 對啊 像我的以前的一些同業跟好朋友 比較支持他們的 也去報名他們的急救課程啊 那這些錢交給他們 他們如果沒有立案 沒有去沒有登記 那不是戀財嗎 所以這個真的是 但是我也不知道這個 黃世修破了新聞草兩天 那可能要求 後續沒有 立法院這個藍白的委員 麻煩去追究一下 真的到底這個黑熊學院 背後這個組織 還有他收錢了 那他用什麼單位去收 那這個單位可不可以販賣 疑似這樣子的課程 然後呢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 沒有好好立案登記的一個機關 那為什麼賴清德總統 要把黑熊學院的 好像是顧問還是院長 列名為什麼 防衛全社會 防衛任性委員會的什麼委員 還傳說40萬的名利 要發包給他們 對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你有什麼樣的這個叫做公信力 要我們老百姓來看你的網站 然後來覺得這個防空洞 搞不好我看了以後 那裡不是防空洞 那裡是7-11 那怎麼辦 那我要找誰負責 對不對 所以你說像那個 上個禮拜沈柏陽罵我之後 一堆綠色的名嘴出來附和 那些綠色名嘴很多我也很熟啦 有些是偉賢的同事啊 有些是前政府高層的 的太太出來罵我 他們完全不去追究說 到底政府準備好 只是罵我說 說我會那麼在意哪裡有防空洞 是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台獨分子 因為我害怕被飛彈鎖定 你不覺得這些人變成一個 跟博恩一樣嗎 把這些這麼嚴肅的事情拿來當笑話 那這樣子這個話說回來 剛剛講到黑熊學院 其實我在你這個節目好像也有提過 其實我一直懷疑黑熊學院的背後 我一直在懷疑說 他是在鋪陳 對內清洗跟鬥爭的那種氛圍 那我覺得自信單位就是黑熊 因為當賴清德那個全防衛任性委員會 都念不出名字 因為我知道任性這個兩支是美國人要的 他要求一定要任性 因為任性就是能夠撐久一點 任性 那當這麼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40萬名利的這些 所謂的這些相關的物資 相關的這些設備 要交給如果要交給黑熊的話 他其實是繞過了政府的預算程序 因為他是一個 所謂的總統府的委員會 這個是沒有任何的法定的機關 他不是法定機關 他也沒有 他的預算也是可能要透過什麼第二預備金之類的 他其實可以照顧很多程序 直接給黑熊 那為什麼要給黑熊 因為等到真的開始緊張的時候 黑熊就會轉型變成亞素營 就是他不是對抗所謂的侵略者 他是拿槍對準自己的同胞 當時烏克蘭就是這樣 烏東那時候不是有一些民眾是比較親俄 親俄羅斯 不過這很正常 因為本來烏克蘭就有親俄的聲音跟 這個反俄羅斯的聲音 可是在亞素營本來只是一個 一般的團體而已 他也沒有武器 可是後來被賦予有武器之後 槍口就對內了 他們就殘殺親俄分子 在烏東的 所以普丁入侵烏克蘭 其中有一條就是說他要去 這個去納粹化嘛 去納粹化納粹就講的是亞素營 我看到這段歷史 我後來跟我朋友討論 我覺得黑熊學院 有一點點那個影子 想不到不幸嚴重 現在看起來沈柏洋他們搞的這些 就是在搞 就是一開始看起來 我們都以為說是別有目的 可能是為了利益嘛 可是這樣看起來 好像越來越有那種味道 就是說 他現在不但鋪陳 等一下我們也會討論 他現在要修那個 反滲透法嘛 把那個 所有主張 兩岸交流 兩岸和平的人 都慢慢的把他導向 是第五重隊啦 親中派啦 然後開始是 變成敵人 對 一步步的導向 變成敵人之後 這個 黑熊就會變成 亞素營 槍口對內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 然後你說政府的資源都給他們啦 搞不好 他們會趁亂去修法 變成 民 民力可以變民兵 他們可以合法擁有武器 到時候 國內就會大亂 所以我是 這是 我是 順著你剛剛的呼籲喔 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野黨 一定要去嚴格的盯緊 黑熊學院 這個所謂的 沒有 被疑似沒有立案 這個組織喔 到底他們的裁員 他們的整個運作是怎麼來 沈柏洋現在因為是 位居不分區立委嘛 他等於是已經是變成 男性第一名 對他等於是 變成所謂的這個 球員兼裁判了 所以在野黨一定要盯緊 這個黑熊這個組織 到底他背後怎麼運作 他的這些 他有沒有登記 他裁員怎麼來 然後政府 我真的要把龐大的 預算給他們 要怎麼監督 他們會不會轉型成 武裝部隊 會不會有這種 亞素穎的這樣的一個軌跡喔 我覺得我們所有的人 都要爭大眼睛看著 因為兩岸關係跟 俄污戰爭絕對是不一樣的 兩岸本來 在根據兩方 雙方的憲法跟歷史跟文化 兩岸本來就是一家人嘛 我們不是兩個國家 可是今天被硬拆成兩個國家 硬製造對立跟仇恨喔 然後再加上有人為了私利 搞一個類似這樣的組織的話 竟然去迫害我們這些支持兩岸和平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不只是悲劇而已喔 這是很卑劣的一件事情喔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呼籲我們在一黨立委喔 你們在立法院 有權力 你們一定要爭大眼睛盯著 雖然你們的權力被 憲法法庭這樣砍了 砍了這個七零八落了喔 基本還是有 黃國昌總召 富貴錡總召 你們要爭大眼睛看喔 絕對不能讓黑熊這個不明的組織喔 這個變成一種 這個可以合法擁有武裝 甚至以來迫害跟他意義 跟他意見不同的這個分子 我覺得這個是要非常小心的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膚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好 好